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子鸢 能与你并肩抗敌 真好 你把那些药给他们拿过去吧 他们人多 不知道他们带的药够不够用 好了 小姐 可是我们人也不少啊 小姐 我和院术马上去 快走 去看一下对面的伤亡情况 送些水和干粮过去 殿下想关心安乐界 为什么自己不去啊 我手不是受伤了吗 不方便 方在是谁跟我说 在战场上要不惧伤痛呢 快去 好吧 院秦 文叔 好多日不见 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 太子殿下 我家小姐命我来看看 您伤势如何 我无碍 倒是你们和北秦人打了一夜 想必都伤得不轻吧 殿下 我有好多话想跟院秦说 若是您想知道安乐姐的心 你自己去问吧 走 帝大人如此耗酒 就不怕醉起来一物战机吗 喝醉烈的酒 杀醉汗的敌人 这才叫做潇洒 殿下要不来一口啊 好 差点忘了 殿下不胜酒力 喝一杯就会醉 还容易向身边的人 吐露真心话 若是见识向北秦人 吐露了情报 那可就不太好了 我是大京太子 断不会向敌人松口 至于会不会向身边人 吐露真心 那可就不一定了 子元 多谢你能放下救援 和我们一起来西北 你我虽隔世仇 但也生活在同一片疆土之上 还是要哭 气流 让你穿起来 你来到战场 一定要注意安全 千万别受伤了 你不要害怕 我会保护好你 我不会武功 也不上战场 只能尽一些绵薄之力 为大家包扎伤口 送一些水和食物 吃饱了才能打胜仗 你的绵薄之力 很重要 这些饼好了吧 那我拿过去送给小姐 吃你的饼吧 姐和殿下好不容易才能相见 你就别过去挨事了 别去了 好吧 他们终于放下了隔阂 姐自从变回弟子园以后 他们俩就像陌生人一样 殿下和小姐都是心怀苍生之人 也会选择为了苍生而并肩的 或许 他们只有远离京城 才能活得像人安乐和寒夜 自上次 从花园山回京的那一刻起 我早已想好了我们的结局 什么结局 要么事不两立 要么事不两立 要么天隔一方 没想到命远 给了我们第三条路 子元 能与你并肩抗地 真好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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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